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小心点进了这条推送视频 视频虽只有短短几秒钟 我却强烈感受到了那种 男人在乎女人的交集感 嘴角忍不住跟着上扬 毕竟在小说里出现这个剧情并不奇怪 但现实生活中还从来没见过 连我这种不爱评论的人 都忍不住想要点开评论区评论两句 可紧接着我立马就笑不出来了 脑子都跟着空白了一瞬间 因为视频放到最后 法拉利被逼停的那一瞬间 我仔细看清了那辆兰博基尼的车牌号 号码确实是我老公处持的 更讽刺的是这辆车的车牌号 当时还是老公让我帮忙摇的 我的手气一向不差 这次也一样摇了个非常好记的号码 尾数是6888 但是我又想了想 难道是他把车借给了他的兄弟 所以才会出现这戏剧性的一幕 因为老公对我的爱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说谁会出轨 我都不会怀疑是他 为了印证这个猜测 我盯着视频看了足足30分钟 就为截图视频里 唯一显露出来那只男人的手 当我看清楚那只手的时候 整个心却不由地往下沉 那是只我在熟悉不过的手 熟悉到他手背那颗不起眼的小智 哪怕视频里完全看不到 我都能描出来 具体位置和形状的程度 还有他手腕上戴着的那只手表 是情人节那天我送给他的礼物 此时此刻我已经无法再骗自己了 我和楚池在一块已经七年 结婚三年 是他追求的我 可能是因为我父母都是教授 从小到大我眼里都只有学习和绘画 偶尔放纵也仅是冲冲浪 看看书 可连这样的机会也很短暂 刻在骨子里的自律 让我没办法把太多时间浪费在这上面 他曾说他追我追得格外辛苦和艰难 好像不论他做什么 都在我心里留不下任何痕迹 可明明他已经那么优秀 我的目光却从来落不到他身上去 一直到我爸过世的那天 不知道他从哪的到消息 一路跟着失魂落魄的我去了火车站 帮我买票 还陪着我上车 路上的时候一直安慰我 他会没事的 你相信我 到医院的时候 我只来得及见我爸最后一面 那一刻我觉得天都塌了 根本受不了这个打击 强撑的才没让自己倒下去 亲戚朋友因为我爸的离世 要争遗产 我愤怒难当 可只有我和我妈孤儿寡母 根本争不过这些人 好几次都差点崩溃 是他像支柱一样一路支撑着我 和对方打架 帮忙找人 找律师 还因此受了伤 可他一直硬挺着跑上跑下 帮忙处理医院和葬礼的事情 几天几夜下来 从没喊过泪 他家庭条件很好 从小就是教养长大的小少爷 从没受过这样的委屈 却没有半分怨言 如果不是他 我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后来在我爸葬礼上 我哭得不能自已 也是他抱着我 林星 以后我会陪着你 回学校以后 也是他陪着我慢慢走出伤痛 我们的接触才逐渐多起来 还记得在一起的那天 他吻我的时候 整个人都有些发抖 连眼睛都有些红了 他说 林星 我会永远爱你 他看着我的时候 那双眼睛 深情又执拗 好像我是他的全部 是他所有执着的意义 很动人 动人到让我彻底沦陷在他的爱意里 再也没出来过 可是原来他会永远爱我 但不会永远只爱我一个 我坐在沙发上 久久坐不出反应 像是自虐一般 将视频来来回回看了很多遍 多到每一个细节 都像是刻在我心里 我不知道 自己在沙发上坐了多久 才从视频里退出来 点进了我和楚池的聊天记录 我想找到否定这个人 是他的证据 可是却敏感地发现 这一年来 他说 加班和出差的次数变得很多 而视频发布的当天 他告诉我 他公司项目在收尾 那天晚上有应酬 甚至我给他发的信息 他到现在都没回复我 这放在以前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他怕不回复我的信息 我会担心 明明我想否认 可女人的第六感却告诉我 楚池确确实是出轨了 老天爷真的很爱和我开玩笑 竟然在我终于备孕成功的这一天 让我发现我的丈夫 疑似出轨了别人 把我从天堂打入了地狱 而就在这个时候 楚池发来一条信息 说今晚要加班 以前看到这两个字 我心里是全然的信任 可现在我却忍不住怀疑 他真的在加班吗 还是在陪别的女孩子 我盯着这条信息看了很久 僵硬着手指回了句 好 然后开了一辆车 去他公司楼下 楚池确实在加班 我等了一个小时 他才从公司下来 今天的天气很冷 下着小雪 我看着他被冻得通红的手 看着他对着外面的雪 看了很久 从口袋里将手机拿出来 低头好像在发信息 我不知道他是发给我的 还是发给他那个小情人的 但是随即我的手机上 收到了一条信息 林星下雪了 盯着这条短信 一瞬间我止住的痛 像一场地动山摇的雪崩 差点将我淹没 因为我曾跟他说 我最喜欢下雪天 每次看到下雪天 我对你的爱是最深的 从此以后 每当下雪的时候 他都会给我发一条信息 林星下雪了 好像在提醒我 林星该爱我了 可是他不知道 我之所以爱下雪天 是因为我们在一起的那一天 天空下着雪 他和雪在那一刻 都深深地刻印在我心里 我盯着他这条信息 看了很久 只觉得这简单的五个字 像是一根藤腕 将我的心脏狠狠勒紧 勒得我几乎要喘不过气 让我眼前一片模糊 我甚至恶意地想 如果我回了信息 他是会立刻赶回家 还是会去别人那里 可是已经不需要我的回答了 因为下一刻 我看到一个女孩 猛地从背后冲过来 坐视要下他 楚池像是习以为常 并没有被吓到 转头朝他看过去 当看到女孩嘴角的咖啡时 他的眼神慢慢变了 像是汹涌着什么浓烈的情绪 却被他深深地克制 压抑 好像下一秒 就要朝着他拆吞入腹一般吻过去 女孩不知道是被他的眼神吓到了 还是别的什么 没出声 而是试探性地朝着他 举了举手中的咖啡 楚池没拒绝 低下头喝了一口 女孩一直盯着他看 等他喝完 又将楚池喝过的吸管 含在嘴里 空气里都弥漫着一种说不清 却让人悸动的暖昧 我一瞬间就认出来 那是两年前楚池出车祸 造成伤亡事故后 安顿的那个女孩子 叫云初 那场车祸双方都有责任 但相对来说 楚池的责任更大一点 云初的父母当场死亡 楚池出于愧疚 给了对方丰厚的赔偿 并且对他诸多照顾 甚至安排了去促 我以为该谈的赔偿 已经赔了 按照楚池的性格 这件事就已经到此为止了 再多的就是出于愧疚 在他有困难的时候 力所能及地帮帮他 没想到 他竟然把那个女孩养在身边 我坐在车里 看着这一幕直想呕吐 再也待不下去 开着车就要往回走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太慌乱 车子没有控制好 把油门当了刹车 差点朝他们撞过去 慌乱间我猛地一脚踩下刹车 余光却捕捉到 楚池在我的车子开过去的一瞬间 几乎是下意识 将那个女孩护在怀里 用身体将她遮挡住 这个下意识的动作 像是尖锐地刺扎进我心里 然后我看到她紧张地检查 她受伤没有 那动作和眼神 好像他们是一对亲密无间的情侣 确认云出没事 楚池抬起头 毛子里的怒意显而易见 明显是不打算放过我 你怎么开 抬起头来的一瞬间话没说完 隔着挡风玻璃 和我四目相对 楚池错愕了一瞬 眼中却没有看到我的惊喜 而是惊吓和慌乱 几乎是下意识松开了云出 我立马到挡想往后退一点 然后朝前面开过去 但楚池反应及时 挡在了我面前 无论如何也不让我离开 我手指紧紧握住方向盘 整个人都不受控制地发着抖 被爱人背叛的愤怒和伤心 充斥在我心里 让我没有办法冷静 这一刻我不想听到 任何一点有关她的声音 我们对峙着 我拿出手机 颤抖着手给她发信息 滚 楚池很快回复我 外面下雪 你现在不能开车 下来 我们好好谈谈 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她无论如何也不让我走 我最终还是下了车 楚池让我去她公司 我没有拒绝 她带我上去的时候 云出显然不想让她跟着我上去 她脸色苍白 声音有些柔弱 楚池 我肚子不舒服 她脚步顿了一下 我手指狠狠掐进手心 几乎要把掌心掐出血来 有些嘲讽 你要不要先把她安顿好 她皱了一下眉 握着我的手紧了又松了松 她已经成年了 不需要我安顿 云出没想到她会这么说 脸白了一瞬 你说过会永远照顾我 你又要食言了是不是 永远这两个字 深深刺痛了我 楚池的脚步 再一次顿了一下 云出这句话 让她有些挣扎 但随后她开口 我有点事要先和星星谈一下 到了她办公室后 我问她 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们之间没什么 你也知道 她父母去世和我有关 我把她当妹妹照顾而已 她不是把云出当妹妹 她是把我当傻子 一个彻头彻尾 被她欺骗的傻子 我朝她伸出手 把手机给我 她刚开始拿在手里 并没有给我 既然没什么事 那你心虚什么 我话一说完 她的电话响了起来 我看到了她的备注名 小狸猫 一个宠溺又亲密的名字 楚池看了一眼没接 电话又重新响起 这一回是一个陌生号码 对方不知道说了句什么 楚池脸色变了 你在哪里 你等我 我马上过来 说完挂了电话 都不顾及 我还在她办公室 就匆匆往外面跑 我一把拉住她的手 她才反应过来 云出出事了 我必须过去一趟 我死死抓住她 如果我不让你去呢 这句话说出口的瞬间 她看着我像看一个陌生人 好像我是一个冷漠无情 又铁石心肠的女人 林星 你明知道 她已经没有家人 我是她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能依附的人了 她说完拨开我的手 头也不回地往下面走 可是她是她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能依附的人 那我是什么 但我还是跟着她一起过去了 一下去就看到她公司楼下的不远处 云出被车子撞了 躺在地上 身上流着血 楚池看到这一幕 眼里再没有了别人 整个人慌乱得不知所措 她抱着云出上车 就要送去医院 连撞到了我都没发现 不顾一切从我身边走过 大概是雪下得太大了 我只觉得浑身冰冷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开着车子回家的 眼前全是她抱着云出 不顾一切的那一幕 眼前一片模糊 我听人说 心痛到一定程度是会麻木的 可是为什么我的心还会这么疼 等回到家后 一进门就看到客厅里 我和楚池的婚纱照 以及沙发上还放着的 我的孕检报告 报告上写着 怀孕五周家 我是不孕体质 很难怀上孩子 这一年来 为了怀上这个孩子 我不停地打针吃药 手臂上经常青青子子一大片 喝中药喝到想吐 还要面对一次又一次 怀不上的失落和痛苦 我以为这个孩子的到来 会是我们感情的催化剂 可这份怀孕报告 以及我这一年的坚持 在这一刻都变成了笑话 这一夜楚池都没回家 也没给我打电话 半夜的时候 我的手机却收到一条添加信息 是云出 他只是加了我 什么都没做 却已经胜过了所有 因为我确实如他所愿 控制不住地去翻了他的朋友圈 他的朋友圈里 全是和楚池秀恩爱的照片 最新一张是楚池拿着碗 给他喂饭的情景 就在几分钟前 往后翻海 有他们一起旅游 散心 以及楚池陪着他去医院 检查身体的照片 原来在那些 我开车几十公里 去看医生 打排卵针的时候 因为云出的身体不太好 他都陪在云出身边 照顾他 在我因为药物呕吐 受尽折磨的时候 他带着云出去海边散心 他对我说晚安 说要休息了以后 却在陪着云出聊天 哄着他 我发烧到三九度八 爬不起来的时候 他因为在外面出差 赶不回来 让我朋友来照顾我 在我感恩他的体贴时 当晚他却因为云出 害怕打雷 连夜赶回来陪着他 这让我想起曾经因为工作 我被调遣到外地 只是一次发烧 甚至还不到三十九度 他半夜开着车 到达我的城市 紧紧抱着我 我怕你发烧一个人在外面 会感觉到孤单 我不想让你有这种滋味 可是现在 他却把这一切 给了另外一个人 朋友圈翻到后面 是云出的小作文 我指点开最新一篇 那上面写着 他终于吻我了 我能感觉到 他的激动和汹涌 我知道他也是爱我的 这就足够了 我看了看日期 这个日期 像一把将我凌迟的刀 因为我清晰地记得 那一天他不知道怎么回事 特别害怕和失控 摸着我的脸 吻我的唇 我们激烈地交缠着 他恨不得将我 刻进他的骨头里 那一天 他显得格外沉默 目光沉沉地看着我 像是害怕什么似的 林星 我们要孩子吧 眼泪一颗一颗砸下来 原来我以为他想要 和我永远在一起的时候 是他爱上别人的时候 而我像个傻子 只因为他说 要个孩子 每天早起去医院打针 吃无数的药 忍受药物所带来的 各种腹泻 和呕吐的副作用 我等了整整一晚上 他都没有回家 也没有给我打电话 而这一个晚上 我都在想 我该怎么办 孩子该怎么办 我历经千辛万苦 才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 要把他打掉吗 我舍不得 可是如果不打掉 难道我要留下来吗 留下一个把所有宠爱 给了别的女人的男人的孩子 然后看着他们恩爱 我自问自己做不到 只是我还没有想清楚 这个孩子到底要不要 第二天 我妈就打电话过来 说她摔了一跤 正在去医院的路上 我赶紧开车赶过去 但下过雪的路极其难走 而且我一晚上没睡好 精神不太行 一下子开错了道 我刚要打方向盘 一辆车却失控地 朝着我撞了过来 我整个人朝着方向盘扑过去 一瞬间肚子疼得我直冒冷汗 连动都动不了 我用尽全力把手机拿过来 想要拨打报警电话 可不知道怎么的 下意识拨打成了处持的电话 电话打过去 却无人接听 我才想起来 他正在陪着云出 幸好这时候 我听到了敲门声 费尽全力将车门打开 另外一个司机见到我的样子 也吓惨了 你没神药是吧 我已经报了警 警察马上就过来 我费力地说 我肚子好疼 麻烦你帮我打一下120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到达医院的 这么冷的天 我整个人被汗水浸湿 医生问 家属呢 要立马进行手术 赶紧联系家属签字 可笑的是 这种时候 我却只能联系处持 可是他的电话根本打不通 但我已经没什么力气了 很快就晕了过去 醒过来的时候 楚池正坐在我病床边 我朝着他看过去 只是一夜没见 楚池整个人就好像憔悴了很多 他看到我醒过来 眼眶里血红一片 你怎么不告诉我 你怀孕的事情 我知道我肚子里的孩子没了 盯着天花板没出声 他说了很多 我一直没有出声 只是在他出去时 忍不住咬住被子 哭得撕心裂肺 有人说婚姻是一场修行 可是我没想到 会这么这么痛 后来几天他都在这里照顾我 但我和他没多少交流 他会时不时地盯着手机看 回信息 也会出去打电话 我知道对方是云初 但我没闹 也没有去阻止 只是让人调查了一下 他和云初 这才知道云初出世后 一段时间有些心理脆弱 是楚池一直照顾他 但是照顾以后 他却没有和他保持距离 而是把云初安排在 他曾经买给我的一栋别墅里 那辆他曾经送给我的法拉利 已经过户在云初的名下 在医院住了一周 出院以后我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把一份离婚协议书 推给楚池 楚池脸色有些不太好 我不同意离婚 我看着他心里有痛 也有恨 但我不想在他面前展示 你有什么资格不同意 这次的事情是我不对 我不知道你怀孕了 孩子没了 我不比你好受多少 昨晚也是因为云初出世了 我才带他去医院的 林星 我已经害了他父母 难道你还要让我 见死不救吗 他出轨 却还要把我塑造成一个 见死不救的恶人 我只觉得愤怒且荒唐 你出轨 却还要说我让你见死不救 楚池 你自己不觉得可笑吗 他却比我还愤怒 我和他之间是清清白白的 我从来没有出过轨 我说我只是把他当妹妹在照顾 我能理解孩子没了 你生气 可你也不能这么污蔑一个小女孩吧 到了这种时候 他在乎的竟然是我污蔑云初 你所谓的清清白白 是什么意思 是没有上床 还是没有进去 他有些暴躁 他失去了父母 难道你要我看着他不理 那我和畜生有什么两样 如果不是我 他现在应该是家庭美满幸福 是被父母宠在手心里的宝贝 我只不过给他一点关心 你就要这么污蔑我们 他真的很会倒打一耙 就是不谈他们的关系 只是每一句话 都把我塑造成最卑劣的角色 我久久说不出话来 他见我这样 态度软了下来 星星 我知道你很伤心 孩子没了 我们可以再怀 但你能不能不要动不动 就和我提离婚 可以再怀 简简单单的四个字 让我的心疼到静攣 也恨到极致 他怎么可以说得这么理直气壮 他知不知道那孩子没了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或许我以后再也怀不上孩子 我把从云出那录的视频 以及打印出来的 我和他聊天 他和云出聊天 那些我去医院打排卵针吃药 他却陪着云出散心的所有照片 做了一个时间线的整理 然后摔在他面前 这就是你所谓的没有变心 没有出轨 楚池 你告诉我 什么才叫变心 是不是要我把你和他桌间在床 才叫变心 这一刻我多么庆幸 我从小到大都有未雨绸缪的习惯 要不然 我真的要被他诋毁到 无力辩解的地步 楚池在看到证据的那一刻 整个人愣证住了 我忍着心里的难受 你是不是以为自己隐藏得很好 你每天看着他对你的深情 你是什么感想 你去吻他 回来和我亲热 说想要个孩子的那一天 在想什么 是不是觉得我很蠢 楚池脸色白了下来 我压住翻涌的情绪 楚池 看到这些单子吗 一张单子等于一针 等于无数的药 这里一共有差不多一千张单子 你们心自问 你以前舍得我吃这样的苦吗 他说不出话 事情到了这一步 他再也没有办法辩解 直到变无可变 他才紧紧抱住我 对不起 我只是害怕 怕你会离开我 我真的没有和他发生什么 求你给我一次机会 不要和我离婚好不好 我摸摸他的脸 这张我曾经那么那么爱的脸 可是被爱人背叛的痛 怎么能让我一个人长呢 作为夫妻 当然什么都要讲究公平公正 出轨事 那么受到的伤害也是 我也很想知道 该怎么原谅你 和你继续生活在一起 要不然你教教我 他抬头诧异地看着我 我说从今天起 你就看着我跟别人在一起 我只要一个月 这一个月后 如果你还能接受 我们就不用离婚 但在此期间 如果你动手或者阻止 我们就彻底完了 我找了一个大学生 也是学艺术的 要花钱 当然要找个自己喜欢的类型 而周怀川刚好和我曾经 暗恋过的一个人有点像 他长得不错 也很有新吸引力 我给他买了一套房 很明确地告诉他 肯定会有接吻 上床等肢体接触 周怀川有点羞涩 脸红了 你觉得可以就行 我没问题 楚池红着眼睛看着我 拳头在身侧钻紧 眼底是显而易见的痛苦 林星 你就算想报复我 也不用这么糟蹋自己 可是和他这样的人在一起 就不叫糟蹋了吗 他糟蹋的 不仅是我的感情和身体 还有我对爱情 对婚姻的憧憬和信任 我摇摇头 我爱你 所以忠贞克己 可是不爱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 我和别人在一起 就是糟蹋 而不是享受 他没有说话 我只觉得难过 但还是牵住周怀川的手 他很上道 低下头朝着我亲过来 就在楚池面前 他稳计算不上好 但是女人和男人 没有本质的区别 是真的会被吸引 失控 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 楚池已经一把将我扯开 我才发现 我的衣服差点 被周怀川解开了 周怀川有了反应 我也有 楚池整个人在暴怒的边缘 甚至想动手打周怀川 可很快我就挡在了周怀川面前 仰头看着他 我只是和他接吻 我没有出轨 没有上床 我们之间清清白白 你在嫉妒什么 楚池克制着自己的情绪 我说 我过来的时候没有开车 要不然你送我们去他的住处吧 他站在那里没动 他做不到 我笑了笑 那些证据足够毁了云出 你对他如此亏欠 一定舍不得 我把这些证据交出去吧 他咬着牙 眼睛里有眼泪落下来 曾经他受一点委屈 我就心疼得不得了 可是如今 我却只觉得畅快 我朝着他的嘴唇亲过去 他下意识避开了 我也没打算真亲 只是为了恶心他 我摸摸他的脸 你避开做什么呢 你和他亲玩 回来不就继续和我亲了吗 原来你也觉得恶心 他整个人都在发抖 不知道是生气还是痛苦 周怀川很入戏 从后面抱住我 姐姐 当着我的面这样 我可是会吃醋的 于是我忘了 还在痛苦的楚池 会抱住他 走吧 但走了两步 我想起什么 朝着楚池说 那辆你追云出的车子 等有空 把名字转到周怀川名下吧 他像是不可置信 猛地朝着我看过来 我笑了笑 你给云出法拉利 我给他拦波基尼 不过分吧 这不一样 星星 我们别这样好不好 对我来说 没有什么不一样 打上车子 我看了眼身边的周怀川 你入戏倒是挺快 周怀川笑了笑 笑得有点坏 姐姐 如果不这样 他只会觉得 你只是专门用来气他 根本不会当真 这天过后 每当我下班的时候 楚池给我发信息 我都回复 他的加班 但是我每天 都会出现在 给周怀川买的 那栋房子外面 我知道他的车子 守在小区门口 原来只要他想 他也可以不用加那么多班 也可以自由支配 自己的时间 只是他把这些时间 给了别人 我每天上楼之前 都会和周怀川 接一个吻 有时候 他会背着我上楼 有时候 他故意把衣服一照 把我抵在墙壁上 楚池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瘦了下来 没过几天 云初的电话 却打到我这边来 你别以为 不让楚池过来看我 你就能留住他 他对我永远都会有愧疚 这辈子 他都不可能不管我 在选择的时候 也永远都只可能选择我 楚池对他有愧疚 而云初对他的依赖超乎寻常 让楚池渐渐迷恋上了这种依赖 甚至爱上对方 如果时间够久 他确确实实可以取代我 让楚池和我离婚 他和楚池彻彻底底在一起 可是错就错在 我在楚池心里 还有一定的位置 而男人最不能忍受的 就是自己还在乎喜欢的人出轨 这个人还这是他名义上的老婆 很显然 楚池现在的注意力 完全不在他那里 甚至都没有再去看他 但是我没想到 云初为了他 会去网上发帖 帖子的大概内容是 楚池两年前 开车撞死了他的父母 对他多有照顾 我这个做妻子的 因为他对云初的照顾 异常嫉恨 甚至扬言要收回楚池 给他的所有赔偿 他还放了很多证据上去 全是那年车祸的照片 很快 这条帖子就冲上了热搜 评论区全在骂我 说我冷漠自私 心胸狭隘 诅咒我的父母赶紧去死 我什么也没说 直接把整理的所有资料 放到网络上 顺便买了个热搜 然后爱特了他 风向很快就从大家骂我 转变成了骂他 不仅如此 那天撞他的司机出来指证他 说他是故意冲到车前受伤的 又有人扒出来 我第二天出车祸流产的事情 一时之间 网上闹得沸沸扬扬 左而骂他小三 当年死的人应该是他 云初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网报 储迟几乎是立刻给我打电话 我没有接 只是听说云初受不了刺激 精神状态变得很不好 周五这天 储迟再次给我发信息 我没回 这天周怀川喝醉了 我带着他去了酒店 后来他打电话给我 我直接告诉他 储迟 我打算和他试试了 周怀川这时候凑过来想闻我 我警告了一声 周怀川 周怀川咬了一下我的肩膀 我闷哼了一声 储迟声音都有些抖 你们在哪里 这和你没有什么关系吧 林星 储迟的声音都有些颤抖 对不起 是我错了 你要怎么惩罚 我都可以 我们好好谈一谈好不好 这一刻 我只觉得悲哀和可笑 我住院孩子没了的时候 他都不能和我开诚不公地谈一谈 现在却可以 原来我和周怀川上不上床 比孩子没了更重要 储迟赶过来的时候 我和周怀川已经洗了澡 两人都围着浴巾 我锁骨上的咬痕和吻痕 都很明显 浴巾遮住的地方也有 储迟看着我身上的吻痕 第一次在我面前哭了起来 我知道他很痛 可是他的痛 怎么能抵得上我的万分之一呢 我看着他 我没有出轨 我们还在一起好不好 他没有说话 人总是要处在相同的境地 才能做到感同身受 我看着他笑了 你还没有经历备孕 流产的痛苦 这才短短几天 一个月都不到 你就已经这么不好受 可是你竟然妄图让我在这样的处境下 和你日复一日地过下去 好让我每一天 都处在疑神疑鬼的怀疑里 每一天都被你和云初的事情折磨 储迟 你现在还能说出不离婚 和我正常相处下去的话吗 我和储迟正式离了婚 离婚的时候 我起诉了 所有他给云初 除了赔偿之外的东西 这是我们夫妻共同的财产 他没有反对 只是耿耿于怀 你没有和他发生关系 对不对 是的 我说 如果这么想 能让你心里舒服一点的话 他沉默了许久 还是和我说 对不起 要离开了 他竟然开始了坦白局 他说那天追她 是因为云初逼着她离婚 可是她害怕伤害我 他刚开始发现自己失控的时候 其实是想和对方断了 可是又舍不得 他也想事事能不能 再次纯粹地和我走下去 所以和我说想要一个孩子 他不想让自己走错路 可是他没做到 我却只觉得恶心和荒谬 如果不爱了 你就不该考虑这些 要考虑的是尽快和我斩断关系 让我从中走出来 而不是让我发现你出轨 楚池 你真的很恶心 他笑了笑 有些苦涩和不甘心 你永远都这么冷静 冷静到好像不爱我 也从来不会依赖我 所以云初的依赖让他上瘾 像是怎么也戒不掉 所以他觉得云初是一碎的玻璃 而我坚强勇敢 什么都可以面对 但是冷静的人 就活该被伤害吗 所有人都觉得冷静的人 受到的伤害会少一点 可是没有人知道 他们要怎么样 才能真正做到冷静 他们要先自我消化 处理 哪怕他们的心脏痛到极致 都只能伸埋在心底 狠狠地压在心底 因为要忍着眼泪 忍着痛苦 所以心里只会更疼 而且或许连他都没有意识到 他到了这种时候 都只想把责任往我身上推 只是为了减少 他心里的负罪感而已 我对于婚姻的赌注 已经满盘结束 心里已经留下了伤痕 又怎么可能 让他全身而退呢 楚池 你认识我的时候 我就是这个样子 那个时候你怎么不说 我不够粘忍 不够依赖你 你们心自问 如果我真的像云初那样对你 你能忍受我到什么时候 你不过是给自己的出轨 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罢了 况且我和他在一起 把所有的未来都系在他身上 为了他一句话 就忍受一切痛苦去怀孕 就一直保持冷静 这难道就不是一场 声势浩大的爱了吗 所以我看着他 还有你知道那个孩子 为什么会出意外吗 楚池愣证了一瞬 像是不敢再听下去 你不要说了 可惜我不会如他所愿 因为前一天 你送云初去医院 我在家里等了你一夜 第二天精神不好 没看清楚路 在你去救云初的同时 你的孩子被你亲手害死了 楚池忍不住往后退了一步 我到底有没有和周怀川发生什么 直到最后都没有真的告诉楚池 现在不会 以后永远不会 我要让他心里 永远耿着这根刺 让他永远得不到正确的答案 永远在猜忌 只是我没想到离婚后 他会再次频繁地出现在我身边 我没再理会他 但没多久我就听说 云初找到了他 云初在他心里 一直是受害者的身份 可从他造谣我 以及司机爆料那晚 他是故意被车撞开始 在处持心里 就已经不同了 他对他不再是全然的愧疚 还有恨 我没再多关注他们 后来在听说关于他的消息时 已经是一个月后 云初因为遭遇大规模网报 又失去了楚池 精神已经不太正常 一直缠着楚池 并且进行了疯狂的报复 两人甚至发生了冲突 楚池从楼梯上摔下来 不知道撞到了哪里 让他再也没有办法 做一个真正的男人 后来我经常觉得有人跟着我 我知道应该是楚池 可能直到那一刻 他才真正发自内心地 感觉到一种 痛不欲生的后悔 但这只是个开始 往后的日子 我会再次恋爱 结婚 或许也会再次生个孩子 我婚姻里的每一个转折 都将狠狠凌迟他的心 因为这本该是他的 但这些都已经和我没有关系了 早在他出轨的那一刻 我就已经将他从我心里 硬生生给剔除了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贤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拜拜